在上午發生了公安意外 当时正在搭建 18米深的地下室 支撑底层的梁柱 由于梁柱是上千条钢筋组成的 五名工人在里头施工 没有想到钢筋倒塌 造成了骨牌效应 变成了大型的鸟笼 工人就这样被数十顿 重的钢梁给压住 也造成两人命围 三人重伤 目前送易急救 来来来 真案工地被大批消防人员 团团包围出动云梯车 往底下吊挂 工人躺在长背板上 动也不动 全身多处骨折性命垂危 连续吊挂起两名工人 但都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紧急送易急救 接着再救出另外三名工人 他们意识清楚 但全身多处骨折 痛到无法说话 这起公安意外 发生在高雄美术馆 底层正在进行钢梁作业 发生倒塌意外 整个最大的基础 那他这个V5的地板还没有盖 他必须先一个一个地梁 组装起来 钢筋组装的时候 人在里面组装 这个盖漂亮 原来当时五名工人 正在18米深底层架设 连结五楼地板的钢筋里面 不明原因突然倒塌 由于钢梁是由数千条钢筋组成 如同鸟笼重达数十顿 五名工人遭到严重挤压 两人当场没有顺目几项 因为没有做一个固定的动作 造成有一个骨牌效应 一个倒之后跟着后面继续打 底层没有楼梯增加救援 难度只好先用吊车 吊挂钢筋再把人救出 这栋建案基地2045坪 号称配备完善的软水系统 社区将近700户正在赶工 没想到搭进底层 却发生倒塌意外 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记者吴国珍王苏宏 高雄重达 试筒 自己 写